民间传说雍正加笔篡盖康熙传位遗诏,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事? 宫廷剧经典桥段翻牌子中的绿头牌上究竟写了什么? 皇帝遇刺的免死金牌到底长什么样? 近日,中国档案真平展在北京市档案馆举行。 现场,一份康熙传位遗诏吸睛不少。 遗诏用满汉梦三种文字,遗诏中有1700余个汉字。 第一部分主要讲述康熙在位60年的丰功伪迹, 第二部分则是遗诏核心,宣告皇位继承人, 关于民间雍正加笔将传位十四皇子篡盖为传位于四皇子的传说, 遗诏给出明确答案。 本身它没有传位十四子这样的话, 而且即便是有十四子这样的话, 这个石在古代的古文中, 它这个石和现在的石是不一样的, 而且鱼和现在的鱼也是不一样的。 它会说到这个皇四子应征, 雍亲王应征, 人品贵重, 身孝正宫, 必能克成大统着迹皇帝位。 展厅中, 明代的金书铁券也展入真容, 该铁券绒铁注文, 形如板瓦, 内容为明英宗告命志文, 是皇帝班次功臣的特制文件。 这里展示的一个就是我们俗称的免死金牌。 这一件金书铁券, 它是明英宗朱祁镇, 颁给青海土官李文的。 一般来讲, 金书铁券它分左右两个部分, 左边的这一半是由所授予的这个人保存, 右边的这一半保存在皇宫。 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, 他奖励李文就是他实录一千代, 而且写了除谋逆不幼外, 其余若犯死罪, 免而本身一次死。 另外, 宫廷剧里翻牌子桥段中常出现的红绿头牌也亮相展厅。 那我们这里看到的呢, 有两种, 一个是红头牌和绿头牌。 那红绿头牌就不仅仅是皇帝翻妃子的牌子, 而更多的它体现的是一种名片的作用。 红头牌呢, 是皇亲大臣这样的使用的名片, 而绿头牌呢, 有普通的大臣以及妃子还有秀女使用的这种名片。 我们看到最左侧这个绿头牌呢, 它写的是, 郑皇琪降贵管领下苏拉德禄之女大妞, 年十四岁, 无声窗气味。 据悉, 该展览展出来自全国三十多家档案馆的五十余组两百多件档案展品, 其中不少档案文献和实物是首次于观众见面。 即日起观众可评有效身份证件免费参观。